1 2 3 4 5 6 哈喽 大家好 明天就是除夕了 今天我跟小兰打算把院子里这些以前的旧灯笼给换一下 说好了吗 一共几个呀 咱跟院子里一共缺36个灯笼 给大家看看院子里这些灯笼 还是以前结婚的时候我亲手弄上去的呢 朋友圈为证啊 17年6月18号弄上的 算了算 这个灯笼得挂了有6年了 大可不 当时为了去这个人啊 我每一个灯笼都是自己亲手折了 亲手挂上去的 主要是6年过去了 有的地方很脏 你看像这种啊 都熏黑了 趁着过去年 我们把这灯笼全都撤下 换新的 走吧 出去逛逛去 咱买点灯笼 买灯笼 孟总 你这穿的啥鞋啊 这咱妈给我买的大棉鞋 可暖和了 我姑姑婆婆这两天可忙了 去给亲戚朋友们去炸点货 今天呢 我跟小孟两人把家里收拾一下 那买完灯笼能出去吃饭吗 家里太冷了 不想做饭 行 我也不想做 咱今天出去吃 我也吃馄饭 行 挺醒醒的 昨天晚上孟总啊 就已经出来雾色灯笼了 逛了有几家来着 15家吧 逛的这十几家里面啊 什么价格都有 有15块钱一对的 6块钱一对 6块钱一个的 只有这家可能5块钱一个卖给我们 那可以啊 现在我们过来找老板娘要灯笼了 遇到个熟人 喂 四十个 还差点 行 行 你在干嘛呢 不看玩具了 出来给爸爸一起数灯笼吧 这是孟总昨天晚上订的灯笼 这是几个来着 40个是吧 数一数呗 40个正好 这个灯笼需要自己安吗 对啊 中午吃饱一点 再干好嘞 行 行 灯笼锁好了 我们要走了吗 妈 我还想挑玩具了 还想挑玩具 就不应该带他出来 一出来就卖玩具 要了一个陀螺枪 陀螺买完了 先来吃饭去 吃完饭回家给我干活啊 好嘞 行 行 行 馄饨店关门了吗 我家过年了 人家 我们吃什么好呢 那我们吃什么好呢 那我们吃什么好呢 最后还是选择来吃一碗面 行行 一会多吃点给爸爸干活哈 好 吃完饭了 我们现在把小院改造一下 来咱们分配一下任务哈 你俩负责把这个灯笼给我装好 我负责把上面的灯笼拆下来 好 为什么我有灯笼呢 有叙叙的是灯笼的下面 没叙叙是灯笼的上面 知道了 这个就是妈妈拼好的灯笼了 还好看呀 冯总 一会拆这个灯笼需要我帮忙不 不用 我自己干就行 你给你把人家灯笼装起来就可以了 好嘞 给大家看看这挂了六七年的灯笼 的确是真的好脏了 你看他把这个东西一去掉 它显得很亮了 是不是 是的 结婚时候挂的灯笼啊 全都被孟总拆下来了 现在把它都扔出去 一会我们就把这个新的全都挂上去了 来一会这个灯笼怎么固定上去啊 我在想起这个问题 我有买了这个东西啊 可以啊 这个回行针你打算怎么别啊 就这样把它别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一头挂到那个铁丝上就行了 哎呀可以啊 孟总你这点小聪明放到高考那时候肯定能上个清华或北大的 那可不 弄完了现在我们开始一个一个挂 对 行行行啊 你在干嘛呀 我在给爸爸带灯笼 爸爸你要灯笼不 要啊 够不得啊 好 孟总 这个灯笼好挂不 结婚那个好挂多了 来孟总 咱们这个灯笼呢 安排跟结婚的时候一样 一边挂六个 六个正好 六个大帅 给孟总递个长棍子 你帮我看看 调一下这个间距啊 好嘞 怎么样啊 再过去一点 好 大家看男人干活总是毛毛躁躁的 那给你的了 好像是什么事都干得那么细心 还有你什么事 我今天把家的收拾的这么干净 咱爸晚上会不会给我炸网 可能会哦 大家看孟总这个人就是缠藕和吃 等爸爸回来我跟爸爸说一声去 一共买了40个灯笼挂了36个 给大家看看这是整体的效果 这一开灯也显得家里亮多了啊 嗯没那么黑了 还送四个挂哪 我想好了一个地方 这四个灯笼我打算挂到那上面去 咱楼上上面啥也没有 没有过年的氛围 行了 挂在上面呼呼呼呼呼的 也有过年的感觉 大家看看这楼上挂的四个怎么样 挂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可以可以 好看多了哈 这天都快黑了 我爸妈才回家呢 啊 还回来知道 炸了一天了在那边炸过去 哎 路者等了 大家看孟总在这给跟爸爸邀功了 嗯 好看 爸爸孟总说想吃炸藥盒 炸藥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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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藥盒